那些口口声声,一代不如一代的人,应该看着你们,像我一样,我看着你们,满怀羡慕。 人类积攒了几千年的财富,所有的知识、见识、智慧和意识, 像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礼物,科技繁荣,文化茂盛,城市繁华, 现代文明的成果被层层打开,可以尽情地享用,自由学习一门日野,学习一门手艺,欣赏一部电影,去遥软的地方旅行。 很多人,从小你们就在自由探索自己的兴趣,很多人在童年就进入了不惑之年, 不惑如自己喜欢什么,不喜欢什么,人与人之间,壁垒被打破,你们只凭相同的爱好,就能结交千万个值得干杯的朋友。 你们拥有了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权利,选择的权利,你所热爱的就是你的生活,你们有幸日渐这样的时代, 但是,时代更有幸,日渐这样的你们,我看见你们满怀敬意,像你们的专业态度至今, 你们正在把传统的变成现代的,把经典的变成流行的,把学习的变成大众的,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。 你们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,和成千上万点人,分享快乐的事业, 向你们的自信致敬,肉小的人,才习惯,嘲讽和否定,内心强大的人,从不吝啬赞美和苦力。 向你们的大气致敬,小人童而不合,尊子美美与共,和而不同, 更年轻的身体,更容得下多软的文化,审美和价值观。 有一天,我终而发现,不知是我们在如何教你们生活,你们也在启发我们, 怎么去更好的生活。 那些抱怨一代不如一代的人,应该看看你们,就像我一样,我看看你们满怀感激。 因为你们这个世界会更喜欢中国,因为一个国家最好看的风景,就是这个国家的年轻人。 因为你们,这个世界上的小说,音乐,电影,所表现的青春,就不再是忧伤迷茫,而是善良,勇敢,无私,无所畏之。 是心里有火,眼里有光,不用活着我们想象中的样子,我们这一代的想象力,不足以想象你们的未来。 如果你们依然是要我们的知福,那么,奔涌吧,后浪,我们在同一个奔涌的河流。